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那么在第二集警戒即将在27号施行 而现场徐政卫除了说明第三轮疫苗预约登记 即将在27号到29号的中午实施上网预约 也请民众要把握施打的机会了 让花莲施打的覆盖率能够达标 而另外在七星潭的沙滩区域是开放以及开放潜水 但是不开放独木舟等新的措施 也一一的向民众说明 全国疫情三级警戒从7月27号起降调为二级警戒 欢迎现场其中26号在线上防疫节律会当中 公布二级警戒指引的细则 并且呼吁相信二级警戒期间仍不可忽视 应该以保护自己亲友经常为优先 落实个人防疫措施 守护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 像说七星潭海岸风景特定区 它的沙滩区域是开放的 之前我们七星潭是开放 但是并未开放沙滩区域 那现在这个7月27号即将在在我们沙滩区域是开放的 那另外水域活动 现在唯一还禁止的就是我们独木舟的活动 独木舟是禁止的 其他的水费潜水还有冲浪是开放 但是上岸后务必全程戴口罩 另外沙滩车也是开放的 但是要谨守十连制 还有开这个启动沙滩车要全程佩戴口罩 关于室内外运动场馆 健身房 德新园区 美轮田径场 花岗山田径场 以及限立网球场 限立体育馆 中正体育馆 限立田径场 限立射箭场 限立棒球场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开馆 那到目前我们就是遵照CDC的部分 室内50人 室外100人 这个部分我们美轮田径场 花岗山田径场 这些限立网球场都是开放的 那另外限立游泳池 游泳水上外 在市场内不得试吃 不得试吃 而且尽量一次买足 不试吃不内用 尽量外带 果菜批发市场的部分是降级不解封 仍旧要依照批发市场防疫管理措施建议指引来办理 花莲市社福中心 这个我们定点的临托的部分 也是由8月2号开始恢复收托 那其他的托婴中心供托家园 也恢复收托 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人员 有施打率已经达了这个80%以上 早疗机构也恢复收托 社福馆老人会馆以及庆丰活动 庆丰乐活馆的部分也恢复开馆 但是有一些的活动是停止的 有一些活动还是课程还是停止的 古会存放设置开放民众进塔敬拜 容留人数最多50人 四位大鹏祭拜以每人一批房公尺计算最多100人 进入设置人员落实实验制量体温消毒 而兵运馆办理三藏则也比较上述相关规定 记得请问华社会导